A.I.Changept去给我们的跨境电商赋能 这节课呢 我们要讲一讲 如何用Changept去生成英文的营销文案 我们在这个中文营销文案 其实我们比较熟悉了 对不对 那么英文营销文案呢 我们自己写啊 总感觉怕写的一些英文不是很地道 或者说没有办法清晰地表达出 这个产品的卖点 对吧 或者说呢 跟这个产品的这个相关性不高的话 我们怕这个文案写出来呢 它这个没有办法迎合市场的需求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来简单地演示一下 如何去写一个 跟这个产品相关的 这样的英文营销文案 好 我们直接进入到演示 那么首先呢 我们可以 比方说我们要 这个去做这个充电宝 对吧 我们先 让Changept呢 去找一找和 这个充电宝相关的一些 词汇啊 SU的词汇 对吧 让它去找一些关键词 你看它会给我 哎呦 没有写英文的 对吧 一会儿 我们再拿来写个英文 我们先看中文的吧 对吧 写的还是比较不错的 嗯 那直接写英文的 powerbank boardboard charger 这个 写一堆哈 其实跟上面的 基本是一样的 好 我们 刚才依据这些关键词呢 来写我们的 这个 营销的文案 依据关键词 写营销文案 其实这节课呢 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了 因为 哈老师我呢 我本身并不是做跨境电商 对吧 对于一些跨境电商需求的挖掘呢 肯定没有专业的小伙伴 你们那么专业 对吧 如果你有任何关于 跨境电商 这个使用 chip chip 方面的一些困惑问题呢 还欢迎你 可以来问我 可以来问我 只要你是我们课程学员的话 你有什么样的问题 哈老师我都会帮你去解决的 你不要害怕 不耻下问 一定要不耻下问 你来问问我 我会给你一个详细的解答 因为在这个宽天商领域 肯定你 你是这个从业者 你是比其他的人要专业的 对吧 但是在GP的这个领域呢 在使用AI的领域呢 可能有的时候 你需要老师的一些帮助 如果我们的课程当中 这些演示 你觉得略微有一些简单的话 你需要更深入的一些提问的话 也可以来找汉老师 好吧 那么这个里边呢 它依据这十个关键词 给我们写了一些这个文案 我们向他提一些意见吧 上面的文案过于直白了 加一些故事性和戏剧性进去 让他变得更易于传播 让这篇英文文章 我们有需要刷新一下 我在演示的过程中呢 其实很少去修改 对吧 对吧 我基本上是根据 在GP呢 给我们反馈的这个信息 里面他需要去调整哪些方面 我们会在对话中呢 直接告诉他 让他怎么样去修改 我们说上面的这个文案过于直白了 对吧 我们让他去列了十个SEO的这个关键词 然后他列出来之后呢 就把每个关键词后面写了一句话 我虽然看不太懂 对吧 但是我也知道 这个作为一个影响文章来说 是不太合格的 所以说呢 我让他加一些故事性和戏剧性进去 让这篇文章呢 更加便于我们的传播 对吧 然后呢 他又重新写了一篇文章 他要重新写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呢 可能就更接近我们对他的要求了 我们剪一段去看一下 这一段吧 想象你正在一个这个公路旅行当中 和你的朋友 然后你在浏览你的照片 或者拍视频 但是突然你的手机没电了 这个 这个痛眼场景的挖掘还是不错的 好 咱们这节课就演示到这里吧 我们